大家好,我是雨萱 天下明月刀手游三册已经结束了 之前我也陆陆续续的做了几期视频 今天主要来总结和回顾一下 这十五天来的一些看法和体验 如果有一个分数的话 满分十分 我会给这游戏打个七分 还是比较高的了 因为我对于这款游戏的 画面画质,人物造型 还有音乐音效能都还是比较低的 但是个人认为 最大的问题在于 它没有跳脱出传统NL游戏的框架 我们的模式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传统游戏的玩家 传统NL游戏的玩家 那我建议你可以去尝试 可以来试玩一下 看是不是自己喜欢的 但是如果你期待 它有什么样的创新和改变 那你可能会比较失望 天刀手游的画面 一直是被玩家吹爆的原因之一 实际体验下来 确实有其骄傲的资本 放眼国内外的手游 都能够排在前列 整体的画面风格调色 都与武侠的定位相符合 给玩家带来 极佳的视觉享受 当然也有玩家认为 画面整体不错 但是细看还是粗糙 这可能是整个游戏行业的瓶颈 除非有新技术的诞生 天刀手游能够到目前这个地步 已经算不错了 另外 游戏在光影的运用 天气系统上 更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 游戏里的下雨天 是我所见过的所有手游中 感觉最真实的 然而 高画质必定带来高消耗 本次测试我用的是 iPhone XS Max 打开游戏没多久就发热严重 还会偶尔出现闪退的现象 遇到人多或者场景较为复杂的地方 开着超高画质的模式 系统就会提示 流畅度低请降低画质 打十人团本的时候 就有不少玩家反映卡顿现象比较严重的问题 为了降低消耗 本次测试人物最多显示只有30个 导致很多时候 你只能看见白花花的名字在动 天刀手游的人物造型也堪称已绝 捏脸可以定制的选项极多 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喜好塑造出各种各样的脸 相比市面上的同类手游 天刀人物更加灵动真实 各种服饰背饰腰饰头饰等等五花八门 每天都可以变着花样换造型 颜值党绝对不会寂寞 游戏的演员绝对是极佳的 但这些都是过眼云烟 看了几天可能也就腻了 真正能打动玩家的还是在玩法上 我作为一个没有玩过端游的萌新 一开始接触PVP 游戏里的格挡浮空解困翻滚 霸体压制等等 难得想哭 十几种人物属性完全让人摸不着头脑 直到三册结束我都还没搞清楚 我大概帮要主打哪种属性 个人认为这些方面虽然可以增加竞技性和可玩性 但是感觉上手难度太高 让新手玩家忘而却步 建议在这些方面的新手引导上要多下点功夫 三册期间游戏制作人发表了一篇万言书 来讲述了天刀手游打造的心路历程 不得不说 制作人的文字功底不错 言词也非常真挚 我成功被圈粉了 其中有一段灵魂拷问 NORPG的玩法是否已经固化 制作人也没有掩饰 他说这个问题 其实在2010年天刀端游立项的时候 就已经逐步的开始在行业发问和讨论 虽然游戏团队千方百计的想推荐出心 玩家们也是提出了各种奇思妙想 然而想象很美好 现实很残酷 多少所谓的创新创意最终都归于俗流 制作人也不得不承认 NORPG确实有些固化了 天刀手游也是这个问题 日常一条龙强化宝石秘籍 看起来似曾相识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江湖 是与三五好友提着一壶酒 坐在墙头谈笑风生 是抽出撬中箭 路斩不平 跨以恩仇 是盛名之后被人遗忘 无人再提及 可再多的不同走到最后 都会指向一条道路 殊途同归